发了衣柜的布局后 粉丝说 我就不信你家柜子没有踩坑的地方 哎 还真有 今天就来讲一下我踩的坑 你们就别踩了 一 榻榻米书桌的桌面做短了 桌面要比抽屉至少长出两厘米 后期贴上门板才能和桌面齐平 就像这样 像我家后期抽屉就会凸出来 所以只能反攻了 二 衣帽间的转角柜 好多粉丝都看不下去了 这里是真的不实用 其实我当时是想做成这样的 但是事情太多忘了交代了 你们一定要保存好这个图 做柜子之前给莫公师傅看 第三个坑是我衣柜的抽屉 由于我的设计图改了太多次 最后定稿 我竟然忘记了写抽屉两个字 裁判厂就给我做成了开放格 所以我家现在诺大的衣帽间 一个抽屉都没有 你们帮我想个办法吧 是重新做呢 还是就这样呢 卑微小齐在线等